来请您欣赏相声《学评书》表演者陈浩 王龙杰 有请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怎么还投胃呢 什么叫投胃啊 饼膏 谢谢啊 刚才是这个胡龙婷 还有魏萧宁 俩人呢 我们说了一段传统相声 俩人呢 说的什么玩意儿呢 说的挺精彩 表示强烈的谴责 这年儿有点风骚了一些 不好这节目 尤其是拿这个胡龙婷来说 其实您各位不知道 我对他最了解 熟悉 这个人呢 其实啊 告诉大伙儿 大伙儿一个小秘密 什么秘密 这胡龙婷啊 是个变态 您不要人说话 这个胡龙 平白无骨说人家是变态 什么平白无骨啊 台上大伙儿这还看不出来吗 你才包括台下 对吧 台下我们都得换我们的传统服装 是吧 演出服 为什么我说他是个变态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这个在后台啊 换裤子的时候 我蹲那看来着 这变态 看着 你是那变态 我怎么变态的 废话他戳裤子 你在那看 不是 他这个 我是什么呢 我蹲那儿系鞋袋 我不小心搂家 懂吗 你看我信吗 不小心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狗 您猜我看到什么 就这个胡龙婷啊 他 换裤子的时候 把裤子一脱 哎呦 那个大腿上 穿着一个大丝袜 他穿丝袜 网格撞哪 太恶心了 那腿毛在外面刺着 就是根山腰 太难看了 是啊 我得谴责他 你得说说他 胡龙婷你个变态 变态 臭变态 不要脸 为什么穿我的丝袜 我反正你的丝袜 我我的丝袜 这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我的丝袜 不是你的 是我给你媳妇买的 他穿上的 这是 我媳妇 什么你媳妇 怎么还有我媳妇的事 不是给我媳妇买的 行吗 咱俩一个媳妇 一个媳妇 废话 咱你是你 其实我是我媳妇 好这时候就不公开 他是当成那个境外驱张 不小心串 是吧 你就解释解释吧 下去休息休息吧 最少呢就换成我们小哥俩来 文化演出 其实大伙对我们不熟悉 不了解 没有关系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啊 你看他老不说话 是吧 我这不等你 拿我先说吧 我姓陈叫陈浩 是 感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多热情了 这是我的名字 说完了我呢 还得介绍一下身边这位 到我了 他叫王龙杰 对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那您捧了 其实呢 我们扪心自问 什么 说的不怎么样 小学生 小学生 我们也知道 大伙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那冲谁 都想看看明星大腕 有名气的 但是该实话实说 有名气的演员啊 现在都不在小剧场演出了 对 都跑到这个电视上 去骗钱去了 呃 挣钱去了 你说清楚 说的很清楚 挣钱 挣钱去了 现在小剧场很难看 很少来 但是咱话说回来 这个有名气的演员 不都是打小剧场开始的吗 人得积累 对吧 慢慢一步一步 就能有点有气 对了 而且有名气的演员啊 我不知道您各位发现没有 哦 什么 他们的那个名字呀 就预示着以后能火 这名字从哪儿瞧出来 您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哦 他们这个名字 最后一个字 都是二声 发现没有 不是 是吗 举例的来说吧 您比如 月云鹏 各位 是不是二声 他都不火了 你看 大伙都不认识 怎么着 月云鹏是咱救我 requis SpaceX 우와 没名气了 你看 你看大伙 ee都不知道 你冷冰一提 你这样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舅舅叫月云鹏 你跟他说有什么用 他都过气了 现在大伙也知道 就是说你看月云鹏 各位是不是二声 前两年最火的眼睛 行行行差不多得了 各位还有谁呀 还有秦潇贤 还有孟贺堂 七队队长 张克伦 六队队长 张云雷 八队队 不用每个都说了 阮云平 一队队 张赫伦 说过 郭麒麟 少班 郭德岗 都是二声发现的 郭德岗 这是二声吗 你看他说的多清楚啊 郭德岗 这都是二声发现的呀 我这是肯定句吗 郭德 那一声呀 郭德 刚 是吗 能不能看他自己老公是吗 我哪能这么亲人呢 ocused 郭德铭 一声 医生 我就说大部分都是二生 是不是 你也是二生 你也不错 你也好也能火 王龙杰 也能火 我倒不抱这个希望 为什么呀 搭档不希望 我这王龙杰 二生 他是陈浩 你等我给一名了 等你就再火起来 就说呀 我们也得努力 都得学习 慢慢向我们德云社的那些优秀演员看齐 是吧 其实我们德云社呢 现在也是发展得很壮大 可不吗 不光说相声 还唱京剧 有 就在对面 有一个叫这个麒麟剧社 三曲丸 在那边有唱京剧的 另外现在还有这个鼓曲社 那大鼓妞 唱大鼓 漂亮 对不对 另外还有说评书 也有 说评书的地方也在这个三庆园 二楼啊 三庆书馆 尤其拿这个评书来讲 其实跟我们这个相声呢 是姊妹艺术 艺术上接近 每个相声演员啊 他多多少少 他都会说一点评书 对 差不多嘛 是吧 因为 行 跟大伙一会儿 一会儿再来 先给大伙介绍一下评书 您仔细说了 评书啊 过去来说呢 有这么一句话 叫哪一句 叫这个听书 听扣子 哦 什么叫扣子 扣子就是悬念 哦 因为过去啊 现场演出 哦 每天都得说 哦 对啊 说到结束的时候 啊 就得留一个悬念 让大伙啊 第二天好接着来 哦 接着买票 就像是那句话 应该大伙都听过 哦 您说 一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是不是 哦 听过的真少 哎 就少了 就有那么一句话 嗯 吸引观众 第二天接着来 对 嗯 这过去的老先生啊 这扣子留得是真好 是 这观众啊 不管有多急的事 都得推笼 第二天来听书来 您这话说的不对 人第二天有事 人干嘛 忙人家呢 是吧 听不听书都是次样 不不不 他就必须得来 因为他要是不听的话 他就听不到了 就说那一次 哦 老先生死了就 就听一次 他每天都说 那是格附训 他能听得到吗 您就说这个悬念 他能听得到 悬念留得特别的好 哦 有 能举例子吗 可以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吧 过去啊 有位老先生啊 他说这个 三峡五义 那老书了 扣子留得特别的好 那您来吧 就是给大伙学一下 那好啊 他得先拍木头 行 昨天说到 大爷卢方 二爷韩章 三爷徐庆 四爷蒋平 五爷锦毛鼠 白玉堂 南辖 赞昭 斩雄飞 北辖 欧阳春 双辖 丁兆兰 丁道贵 小辖 爱护 十位英雄 正在酒楼之上 吃饭饮酒 忽听得楼梯口 哼哼哼哼 几声响亮 站在一人站在楼口之下的十位英雄 是捏呆呆发愣 各位 您猜是谁呀 谁呀 咱们明天 再讲 这说书的真缺德 这缺德呀 好像快到答案了 他不说了 诶 各位 这就是那个扣子 老先生走了 底下观众他能不琢磨吗 对 不知道啊 是不是 他听了好 以前听到这儿了 他肯定得琢磨呀 是啊 这十位英雄在这部书里能耐最大 对啊 来了一个人把这十位给吓住了 这来的是谁呀 谁呀 是他吗 琢磨 不对 他已经死了 你说他干嘛呢 是他吗 是吗 也不对 怎么 他不是这部书里的 听书都听窜了 是他吗 是吗 不对 他还得保唐僧呢 你这是算下无意吗 想来想去不知道是谁 对啊 这来的是谁呀 谁呀 这位观众啊 到家之后 从兜里把火烧票掏出来 这位还要出差 你说这差要是不出的话 最多不就开除吗 好家伙 这书要是不听的话 我这辈子我都不知道是谁了 交进 一咬牙一跺脚 算了 我不出差了 我得听书去 这儿就入迷了呀 必须得听 第二天下午两点开书 对 这回上午十一点就来了 干嘛来那么早啊 着急呀 想着万一能偶遇问一问呢 谢后吧 是不是啊 一点来中 近观众 头一个他喷进去 着急 第一排往这一坐 等到两点 老先生从里边出来 是 在上门一拍木头 就得把昨天的扣子给圆上 圆扣 老先生开口 好 对吧 昨天扣子给圆上了 对呀 你不能今儿换一毛老鼠是吧 这包子真意 直接说一个 直接把昨天扣子 老先生得也说话了 对 昨天说到 大爷卢方 二爷韩章 三爷徐庆 四爷蒋平 五爷锦毛鼠白玉堂 南辖 展昭展雄飞 北辖欧阳春 双霞丁道兰丁道会 小霞爱补 十位英雄 正在酒楼之上 吃饭饮酒 呼听得楼梯口 哼哼哼哼 几声响亮 上来一人 站在楼口之下的 十位英雄 是捏在在发愣 各位 您猜是谁呀 是谁呀 不是别人 那是 原来是 泡糖的上菜 这十位没吃过饭 让烤糖的给吓住了 这观众 你说 各位也说 这观众 这票赐多冤呢 那多新鲜 但是啊 您一细琢磨 还挺合理 这怎么会合理呢 因为 这十位英雄 说不定 他在楼上正密谋 什么事儿呢 是吧 来个生人 怕偷听呢 那吓一跳 是不是 这倒是保不齐 你说这位观众 甭管怎么说吧 车票也撕了 那出差去不了了 那今儿也来了 那对啊 那得了 今儿还在这听吗 接着听 听到结束的时候 老先生又留一个扣子 怎么留的 这回说到这结束的 您再来 话说 五爷锦毛鼠白玉堂 从酒馆出来 行不亮呛 脚不仓皇 来到自己的马匹跟前 偏腿任等办案 长跨坐骑 低头定睛一看 哎呀 怎么 马脑袋 没了 你又怎么了 你怎么跑那么快呢 老先生又走了 不是 不是你给我说说这个呀 对呀 底下观众他不也得多吗 这马脑袋就不会没了呢 对呀 他也蒙了呀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他一上马证明这马还站着 废话死了站不住啊 低头一看 马脑袋没了 这为什么呀 这怎么回事啊 思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到家之后啊 把改签的车票给掏出来了 哎 老板说再给我一个机会 那就好好把握 就让我改签 你说这餐要是不出的话 最多不就罚三十万吗 三十万 这书 这书要是不听啊 我这辈子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也太轴了 咬牙一跺脚 又死了 不出菜 不上班 我得听书去 接着听 下午两点 我那一坐 老先生从里边出来 在上班一摔木头 老先生开口 昨天说到 五爷锦毛鼠白玉堂 从酒馆出来 行不亮呛 脚步仓皇 来到自己的马匹跟前 片团认得办案 趁跨坐骑 低头 定睛一看 哎呀 马脑袋 没了 怎么没了 哦 骑到 你给我回来 回来 这老先生死没死啊 现在 他就是怕被打死 才走那么快 这都什么老现象啊 这 这观众听完 差点没气息 怎么我信一下 多可气 但是啊 您一细琢磨 他还是合理 懂吗 我有病吗 我一直琢磨这 你想啊 我刚才也说了 五爷锦毛鼠白玉堂 从酒馆出来 行不亮呛 说明他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了 一看马尾巴在这飘的 码头在后头 可不起道 是吧 哎 就这么合理 你死就赶紧翻 这废话 脑袋跟尾巴翻不清 喝醉了看不清了 你不管怎么说吧 这是人家老先生厉害的地方 扣子确实不错 是吧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这倒是 过去的老先生啊 咱说句实在话 嗯 也不容易 对 你说什么呀 打小就得练呢 哦 练嘴皮子 练脑子 脑子得灵活 你的反应快 胳膊腿都得灵活 是啊 眉目鼻口耳都很重要 尤其是胳膊腿 眉目鼻口耳 你等会儿吧 说书靠着这脑子嘴 嗯 跟其他没关系 跟身上没关系 没关系 你这样 我给你再演出一下 我再来一段 你再注意一下 我身上的动物 那行呢 可以吗 好 鼓掌 这都是什么老先生 嗯 说书唱戏 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 终有报 人间正道 怎么样 是沧桑 上门书咱们讲到 大英雄正在屋中闷坐 耳听得嗖 啪 嗅见声音 心说不好 分明外面 有了可了 急忙忙撩跑 端带 电影要望望望就走 站在院中观桥 但间一道鹤影 游动 望西 大英雄 鸭关锦咬 暗咽赤退风黄 操了烂 宝刀出销 十两个 叶八方 藏 刀 是 好 你看 胳膊腿是不是都用得上 你但凡有一点小毛病 就干不了这行 懂吗 什么毛病来不了 咱不说别的 这样 拽手 拽手就是这个地方有粘连 它分不开 咱不是嘲笑人家 干别的就发财 就是说书说不了 这样说书说不了 您这说的不对 反应靠脑子 说话用嘴 跟手没关系 还没关系 对了 那我再来一回你看看 你来呀 可以吗 可以 这是拽子是啥子呀 你看这走的 偏袋 还挺客气 别再咳嗽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怎么样 是苍生 这光忙的 上文书咱们讲道 读书就好了 大英雄正在屋中闷坐 耳听得 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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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声音 是 谁说不好 分明外面 有了则了 鸡胖猫 你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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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跑自己 电影要往外就走 站在院中观桥 但见一道飞影 游动 望西 没跑多远 大英雄 鸭关紧摇 暗焰赤 吹风黄 苍浪 宝 刀 出架 你在 人本说书 我的自杀 这样之前